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人选 经过了好几天的纷纷扰扰 今天有新的进度 陈菊今天下午正式被总统提名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未来这个新角色需要超越党派 如果我如愿当上了监察院院长 我会退出民进党 注销党籍 来听陈菊的说法 我的现阶段监察院的工作 必须超越党派 超然公正来行使之前 所以我在这里很清楚的宣布 我们我会辞去所有政党的职务 退出政党 包括任何政党的活动 所以我在这里让大家知道 监察院的每一位监察委员 都是独立行使他的超然的立场 兵哥 刚刚陈菊说如果我当上监察院长 我会退出政党 他是要退出民进党吗 是 显然他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他注销党籍 他就不再是民进党的人了 但是我就觉得陈菊也蛮奇怪 你既然你自己都知道监察院长 应该是要超越党派 那为什么不叫蔡英文刚刚提一个 没有任何党派的人来不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提你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你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监察院 是没有功能的机关 是 是应该我们要学西方的三权分立 不要再要国附孙中山的五权分立 那你就直接把监察院废掉很难吗 现在蔡英文不是已经只是要开 修宪委员会了吗 那我们就先冷冻一下 先不用急着提名 然后在修宪委员会 我们直接把监察院 甚至考试院一起废除掉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的健保要亏这么多钱 你留下一点钱来 益助我们的国库不是也很好吗 就一时两鸟 把监院还有考试院废除掉 因为我必须说 这至少每年可以省好几亿 绝对有 但是那个钱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监察院到底能够发挥什么功用 我们就举陈菊自己当例子 刚刚你才因为高雄气胞癌被纠正 你才刚被纠正 纠正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就是 你来当监察院院长 那不是很快吗 所以第一个 你来当监察院院长 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监察院完全没有任何功用 就算我纠正了你又怎么样 纠正了又能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表示他没有办法展现功能 既然没有办法展现功能 就是个废物单位就把它废掉 观众朋友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总统的提名监察院长的记者会上 独独缺了副院长的位置 副院长从缺 他没有提名人 不过前两天其实副院长的人选 已经提早出现了 就是本来是属意是国民党籍的 黄建廷前台东县长 可是大家当然知道了 前两天黄建廷又出来说 我主动退出提名 那为什么 当然绿委绿色的很多的相关党职的人员 或者是立法委员 提出来黄建廷过去有很多所谓的不良记录 那黄建廷自己出来也解释了 那不是不良记录 那个是他被冤枉的 可是到礼拜六 上一个礼拜六六月二十号的下午三点 黄建廷主动说 我在这里正式晚些总统的提名 我跟总统报告过我的案件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 其实他被总统征询的时候 他有主动跟总统讲说 总统我过去有这个这个这个案子 那你觉得OK吗 总统说这些 他这边是用相关人士 可能是总统身边的人 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是提名案一出来之后 他平白忍受很多不实的指控 而当初立主提名我的人 却没有站出来 反而放任他们的同志来羞辱我 黄建廷说 我在意我的名声升归任何位置 所以我当挡箭牌 来转移焦点的有心人士 可以到此为止了 这个感觉内幕重重 对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就是好像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就是当初总统在征询黄建廷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幕僚 然后这些幕僚说 那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OK 我们都可以接受 结果一出来之后 反而是民进党的人先开骂 在骂说黄建廷过去有这些案子 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个在我一个局外人来看 我就觉得更奇怪 为什么更奇怪 因为黄建廷你好像不是第一次踏入政坛 你不是一个误入丛林的小白铺 他从政22年了 是 都当过县长级的人 是一级首长的人 你会有天真到这种地步吗 我们来讲 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党员 基本上总统府征询你之后 你第一件事该做什么事 你要先回去问你的党 愿不愿意让你做这件事吧 而不是你就先答应人家了吧 这个顺序上你会不知道吗 那再来你既然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声 你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华民国 任何一个人只要出来竞选公职 那抱歉 你的过去全部都会被检验 所以你如果很在意你的名声 那只有一种做法 就是干脆不要出来 如果你要出来 就一定会被检验 所以这个东西你想不到吗 那再来你说 民进党能告诉你说 至少蔡英文身边的人 告诉你说这些都没关系 那当然没关系 因为我们提名为院长的这个程局也 才刚刚被纠正过 所以他们当然认为是没关系 那你跟他一样而已刚刚好 对不对 对他来讲哥良好一对宝 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觉得人家摆明 在把你当一个转移目标的对象 结果你还真的这么傻就要去 那我只能说 我不认为黄建廷是这么傻的人 到底是好傻 好天真 还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又或者是有其他内情呢 我们来爬梳一下 就在黄建廷主动退出提名的 这个当下的前五个小时而已 他其实有先告诉记者说 我不会主动退出 那才五个小时之后 他自己就打脸自己了 就马上说我要退出了 好奇怪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一般认为比较情绿的自由时报 但他色彩比较绿的自由时报 他做了一个所谓的调查报导 这个调查报导全部都是匿名的 他去问了所有民进党籍的立委 61位立委 不过他都没有马名字写出来 都A B C D E F G这样子 61个人居然只有一个人支持黄建廷 那就表示说是破局了 如果大家都投反对票的话 那就没戏唱了 至少有23个人说 他会投不同意票 不过没有人敢出来说 对 大声的说 我前一军 我要投不同意票 没有人 大家都匿名 第二个是副院长的提名 反弹大 柯建民其实昨天老柯有讲话 他说我就建议黄建廷你就急勇有退了 不要在那边撑了 可是这真的好怪 因为总统或者是总统的旁边的人 有跑来跟黄建廷说 我们希望请你出来 所谓三顾茅庐或是各种的方式 你出来做超越党派的这件事情 当监察院的副院长 而且黄建廷也跟他报告说 过去有A B C三个争议 相关人士还跟他说 没关系 你不用怕 没关系 结果怎么搞的 放狗咬人了 放任他们身边的同志来羞辱 那会不会他真的是 侮辱了这个陷阱 我觉得事情没有单程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既然黄建廷自己都讲 当初你们都说OK 我没问题 这表示当初大家都讲好的 也就是黄建廷至少认为他出来 至少绿军这边的人是不会反对他的 他应该是获得这样的保证 他才会出来的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就让我跳出来是绿军一片骂声 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难道是这些人串联起来 要去反小英吗 因为本来我们就策略上来讲 你要说民进党这个棋很烂吗 不是 其实这个棋不错 为什么 因为陈菊本来本身就有一些争议 那我找一个比他更有争议的 而且还是你们蓝军的人 那这样你蓝军要骂我 你也很尴尬 那这样蓝军变得有点理外不适人 那小英就过关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绿军的人自己先跳出来骂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表示蔡英文并没有 像他自己所想象中 党内的机器都被你掌握 而是党内各派系在后蔡英文时期 已经开始各自在盘算自己的位置 也许我认为这次反弹这么激烈 是不是有人早就认为说 既然局系的拿到了监桃院长 那这个副院长好歹也是我们派系的 是 我们看他绿军那边的炮火 非常非常的猛烈 可是蓝军这里呢 蓝军好像是很错愕 一开始说怎么也这样 就每个人都是杖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们现在也邀请台湾政治系的副教授 彭锦彭 彭老师来加入我们讨论 彭老师好 好久不见 大家好 是彭老师 那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 我们姑且称他为监察院副院长 提名之乱好了 这对蓝军来说 其实影响也蛮大的 好像这个灼伤力蛮大的 老师的看法 如果黄建廷就很顺利的变成 监察院的副院长的话 其实对蓝军最大的一个负面就是说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将 投入了监察院 事实上监察院的副院长 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太多 只不过是在专业上辅佐监察院院长 这样一个功能而已 那现在反正是没有提名退出了 那我想就回复原来的一个状态 那只不过是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 整个在领导统预 或提名人选的过程里边 遭到非常多的这个争议 就是这样子而已 是 老师 可是黄建廷他在事先 其实完完全全好像 我们知道的讯息是没有跟党主席报告 也没有跟没有知会党中央 他就接受了这个提名 这是意味着现在蓝军很多人想要跳船吗 还是其实弦外之音 或者黄建廷事件带来的弦外之音 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觉得还是蛮错愕的 一切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 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 包含黄建廷这个人选 审建小组张沐美就提出来 说他根本就没有审议 他们只审议这个有关益监察委员 但是都没有提到有关益监察院长 或副院长的人选 那从国民党来讲的话 那国民党根本就是自身事外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边 没有被沟通 没有被协调 那这整个过程国民党也不知道 换句话说 这副院长的提名过程里边 是只有蔡英文跟他旁边的 这个直接相关的人知道而已 所以这就会让人家很错愕说 所谓的叫做政党的协调 协商沟通 完全没有这回事 是老师 这个过程是很糟糕的 是老师 如果说黄建廷 如果是在国民党党内 如果是一个很好用的棋的话 假设有人说他2022 maybe有一些六都选将的一个布局 经过这一场混乱之后 他是不是也不太可能了 在国民党内部 他也不被信任了 老师的看法 其实从正面来讲的话 那因为黄建廷 现在也不会参与 这个整个副院长的提名 那他回复到原来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他是什么呢 他是担任过这个八年的县长 而且是政绩非常受到肯定 那他担任过国大代表 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而且在杂志评鉴里面的话 他几乎都是这个五星级宣长 所以就2022年的地方选举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活旗 他甚至于都可以安排 这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的 是 好非常谢谢 还有还有 还有这个郭台铭还曾经找他 要当这个副总统 而且当时所有的评论 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是 好非常谢谢彭老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再见 好 不客气 所以可能还是2021 再讲回来用吗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性不太高 因为国民党现在 你看人家赢的民进党 反而没有陷入什么分段 这个输得很惨的国民党 现在内部陷入很多路线之争 那其实黄建廷 因为他过去在去年初选的时候 他是跟郭董在一起的 所以他也代表党内另外一股力量 所以如果现在黄建廷要再回来 或者甚至提名他 除非国民党重新经过一个大磨合 重新把各方势力重新整顿之后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个人认为 以他这一次在副院长提名的表现 我个人是觉得蛮困难 因为对政治如果这么不熟悉 还是少参与政治会比较好 是 因为感觉上是左知右触 左碰右碰好像里外不是人 所以黄建廷可能要好好再想一想 不过黄建廷事件 也引发了一些所谓的未爆弹 就像刚刚大家很多人在讲的说 为什么蔡总统只跟他旁边的幕僚 商量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吗 这个决策圈会不会太小 你可以看到刘盈龙他也特别提到说 如果蔡跟他的幕僚 说自己过去的案件都不是问题 这不是丑闻 什么才是丑闻 我想刘盈龙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们的决策圈圈怎么小 对蔡来说这是丑闻 你根本没有跟党内好好的来沟通了 那蔡英文有没有可能提早跛脚 此外如果提示自己是用来当作挡箭牌的 究竟是谁的挡箭牌 答案呼之欲出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在总统提名监察院长的记者会上头 其实有记者问这个陈菊 他问陈菊说 这个你知道蔡总统提名黄建廷吗 陈菊是说我在520 观众朋友请注意 他说我在520之前跟总统的沟通很顺畅 陈菊的意思是说520之后 他们的沟通就不顺畅了 对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诡异 因为他好像做一个切割 就是520之前蔡英文 蔡英文还跟我都有说有笑 可是520之后他新冠上任了 重新上任了 所以他就不理我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而且更奇怪就是 你现在只是刚被提名 你要能够顺利当到监察院长 其实还需要民进党跟蔡英文的大力支持 那这个时候你会流露出这个不满 你是在传达什么讯息呢 是在告诉我们说 小英豪你这阵子不太对劲 你要给我点注意 然后要再去按照我大局为重 不能够再走你自己的路 是这样的意思吗 让我觉得很奇怪 那游盈龙提出来这个 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黄建廷 这个案子会被民进党很多人 没有办法忍受 因为民进党过去一直都在骂他 他一直拿这些案子 一直不断的在攻击他 结果过去民进党一直不断的在攻击人 现在你告诉我说 他其实无所谓 这些东西都是OK的 那不就很怪吗 就让大家觉得 难道又是时空挫制了吗 但其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不意外 因为我刚已经讲过了 因为民进党自己在野的时候 是认为监察院根本不需要存在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事 根本不是提名监察院什么正副院长 而是直接把监察院废掉 结果你还在干这些事情 所以你看今天 我们就付出一个很奇怪的记者会 就算只有监察院长没有副院长 是 而且这个记者会 本来是上个礼拜五就要开的提名记者会 临时喊咖 然后延到今天的下午 结果又只有监察院院长被提名 没有副院长 副院长等于是选缺的 这一整串的所谓提名作业 都让大家物理看花 觉得这个机关重重 我们现在也邀请东华大学民族系的教授 施正峰 施老师跟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施老师你好 是的 施老师 是 施老师 我们刚刚谈论到 这个所谓的黄建廷之乱 或者是提名之乱 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 除了就是民进党内部的这个 派系的纠葛清嘎之外 有没有可能宣布 小英总统现在可能已经提早跛脚了 几乎我们看这种总统制的 像连任以后 高兴一个晚上就开始跛脚了 那就是说 基本上大家就 他当然有一个资源 但是应该就是不会把它放在原理 所以你看到不是只有在野党不高兴 其实其他派系大都不高兴 没有 好 老师还有今天陈菊在提名记者会上 这个今天的一呼 就是他突然宣布说 好 如果我这个同意权过了 我当上监察院院长 我要退出民进党所有的运作 我要退党 你觉得他这一招是高招吗 没有 因为他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以前 但是还记得江峰天马创长的党主席 那他时候当监察委员 还没有当到什么医德局阳村的兼裁委员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办学术研讨会 然后他答应要来 那跟政治没有关系的 他就穿了一个夹克 然后偷偷的总后面进来 他说不好意思 所以他现在他现在有什么好讲的呢 就是说他在撇清他好像很轻 轻高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是有一点 是老师今天陈菊其实还讲了一些话 让我们觉得也很错愕 譬如说记者问他 知不知道黄建廷的提名案 他说520之前 我跟总统的沟通都很顺畅 那言外之意就是520之后沟通不顺畅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基本上 其实陈菊也蛮尴尬的 也就是说他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他大概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骗赖清德来当行政院长 然后接着又拐他来当副总统就地看管 那他新潮流那边不高兴 对赖清德也不高兴 然后小英觉得说 我要把你拍到哪里去 行政院长现在是苏贞昌 然后即使真的苏贞昌下来 也是苏家全 要摆哪里去呢 摆来摆去 那就看他自己 因为他做财拳会会长 那看一下他弄一个人权委员会 去那边大概也算 摆在那边也还好吧 好谢谢施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再见 谢谢